這個是非常有必要的 是我們所有的新中共聯邦的戰友 就是為了維護自己的自由和權力 這是我們必須要做的 我們必須要採取的行動 如果不行動的話 我們是不會有這樣的 受到別人的尊重 也不會贏得我們的權力和自由的 在來去之前 我在心裡就想 到底我們這樣做的 它能達到的效果會是什麼樣子的 我也不是很明白 因為我們區域在波瑞那個地方 它是一個很小的一個小區 很安靜的一個小區 很偏僻的一個小區 周圍沒有太多的 站到街頭的第一天的時候 其實我的感觸 包括後面幾天 我感觸特別最深的一刻的一點 就是在美國這個國家 你有勇氣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 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而發生的時候 其實周圍的人都是很尊重你的 而且他們都很佩服你的 另外一個就是他們覺得 你任何時候你去抗議 發出你自己的聲音 其實這就是一件很正常很平常的事情 平常的就像你自己呼吸一樣 沒有人覺得這件事情有多大件小怪眼 就是覺得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 這是你應該做你的權利 你完全可以這樣做 包括那個警察 警察跟我們的交流都非常的友好 包括路人 他們就很有興趣了解我們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而且對我們做的行為都是非常的支持的 其實這一點實際上 就是在以前那個抗議的過程當中 是沒有跟很多人直接接觸過 這一次直接站在街頭 因為那個地方他走過的人 就是隱隱隱隱隱隱隱 有一些人不是很多 但是每一個經過的人 我們交流的時候 這個給我的感觸 最深的就是真的是 你為了你自己的那個 那個事情來發生 然後你看到了一些不公正的現象 你覺得是不對的事情 你站出來 把這個事情讓大家都知道 說出來讓大家都知道 其實這是一件很犧牲平常的事情 在美國這個國家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在內心裡 也是非常感激這個國家 它有一個這樣的自由和法律 保護著我們這個權力 我們可以去做 所以我們所有的那個新中國聯邦人 當有這樣的機會